喜欢吃粗粮的一定要收藏,教你做玉米面馒头,香甜细腻又旋软,营养健康。做法简单,一圈三连,请我关注。 首先,往大盆里倒入150克细玉米面,用开水烫一下,这样吃起来口感更细腻又香甜。 最后把它烫成这种面絮。 等到玉米面不烫熟的时候,往里面倒入一袋耐高温的干酵母。 先用筷子把它拌均匀,再往里面添加300克的普通面粉。 把它和玉米面絮融合拌均匀,最后活成一个光滑软硬适中的面团。 上面盖上保鲜膜,放一旁,饧发两倍大。 饧发了20分钟左右,看一下这个面团,非常的细腻,满满的一盆。 放到案板上,随便揉几下,排在空气。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,分成两份。 搓成长条,用手把它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 再一个一个的像这样揉一下,把它揉圆,揉光。 上面再撒点干面粉,用手往上面收一下。 像这样一个玉米面馒头的生胚就做好了。 全部做好,均匀的麻放到蒸锅中。 上面再给它夹上一层。 盖上盖子,再二次醒发5分钟左右,这样蒸好的玉米面馒头,非常的蓬松渲软。 醒发好的玉米面馒头,体积明显的变胖,用手轻轻的一捏,立马回弹。 盖上盖子,凉水,让气即时蒸20分钟,精等美食出锅。 时间到了不用焖,直接打开盖子,漂亮。 大家看一下,不亏缩不塌陷,各个金黄,蓬松渲软。 按照这个比例,蒸出来的玉米面馒头,即使凉了,也不干不硬,非常的香甜细腻。 空口不吃菜,都能吃两个,越嚼越香。 粗凉细做,营养美味。 如果你也喜欢吃玉米面馒头,那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大家感觉我做得不错,请点赞收藏转发。 非常感谢嘉宁的观看与支持,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